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创试车,我是小郭 今天我们拿到了一辆吉利的博越Pro 其实这辆车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并不算特别的新了 但是我对它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地聊一聊它 吉利的博越Pro是基于老款的博越升级打造的一款车型 未来它们两辆车会同台销售 我们知道老款的吉利博越它的销量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编辑部也有一辆自购车 那那辆车我也是开过了很多次 所以对于它们之间的变化,我个人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首先我们来看外观部分 相比老款的博越呢,它的车头和车尾都是经过重新的打造的 车头可以看到机器盖上四条隆起的线条 不管你是从车外看还是从驾驶员的视角来看 都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那车头这全新样式的回字型中网 看起来更扁更宽了 也是增加它这种横向的视觉宽度 搭配上黑色的车标logo呢 看起来也是酷酷的 那全新样式的大灯造型 高配车型是采用了全LED的光源 那侧面呢,它的轮廓相比老款的博越呢 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依旧是悬浮式的车顶 那在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度和高度稍稍的增加了一些 此外呢,在它的轴距啊,还是宽度啊 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在轮胎部分呢,它是采用一个全新样式的轮圈 看起来更加动乱了 那轮胎部分,高配车型是采用了马牌UC6 规格是225 5529 这是一套主打静音舒适的胎 那在湿地的时候,它这种排水性表现也是不错的 那尾部最大变化是换上了一个看起来非常运动的后扰流板 并且它的尾灯的样式也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那整个尾部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的舒展了 那基本上这就是它外观部分的变化 接下来咱们去里边看一看 那内饰部分,我觉得BwayPro它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在设计方面它是非常讲究的 可以看到它用了很多的线条 包括不同材质的拼接 可以说有一定的豪华感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后方有电子手刹和auto hold 那在储物空间方面呢 我觉得它的提升是比较大的 首先门板上下双重的设计 下方的储物格是比较大的 那方向盘的左侧除了有一个 带盖板的储物格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的开放性的格子 放钥匙是比较方便的 那在电子挡把的下方呢 还有一个镂空的空间 里面有两个USB 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挡把的右侧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子 那后方呢除了两个背架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格子 服务箱的空间 深度表现非常的不错 并且里面有一个空胶的出入口 可以对你的饮料进行保温 或者说是制冷 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配备 那除此之外 在座椅方面呢 首先先看一下空间 在座椅调到最低的位置 我的头部大概还有一拳多 非常的充裕 而且它的座椅填充是非常柔软的 左右的支撑也是比较到位的 并且它这种皮质触感也是很棒的 头枕也是非常舒服的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 能够给一个如此高的舒适性的座椅 还是非常少见的 来到后排感受一下 先看空间 前排是我的坐姿 腿部大概两拳 头部大概四指 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它座椅的填充和前排一样 都是非常柔软的 而且左右两个座椅 它的坐垫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延伸的 所以说长度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它的座椅角度 也是支持两极的调节的 同时它的头枕也是非常的柔软的 所以说乘坐的舒适性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在配置方面呢 有独立的冲口 两个USB 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第一台也是一个近乎纯屏的表现 同时呢 博越Pro有一个面积更大的天窗 所以综合来看 后排的舒适性还是比较高的 来看一下后备箱 高配的两款车型 是有电动的后卫门的 可以看到它的开口是比较大的 方方正正的 拿取一些东西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只不过这个地台的高度 稍微有一点高 那里面的容积呢 由于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值 只能主观看着 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里面的做工什么的 都是比较不错的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并且可以看到有锚点 有挂钩 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并且右侧有一个照明灯 那座椅是支持四六放倒的 放倒之后呢 有一点点小的波起 可以看到双方还有一个 伸缩式的周联 所以说整个后备箱 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动力方面呢 博物Pro是挺 谢谢大家 并且还有能不能开心 还可以看到 摸调贯物和智头 未经许会 我们的虚无关 我们的互相 是� 我们的互相 我们的街头 就能够 我们的互相 在这些 看 在你一脚油门下去之后呢 它也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线性且有力的加速力道 并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突兀 那这台变动箱 它在起步的时候 在地档起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的结合是稍微有些慢的 并且它的换能速度也算不上特别的快 那这台车一共有三种驾驶模式 经济 舒适和运动 在经济模式下 它的各种设定是比较佛系的 那在舒适模式下呢 我觉得不管是它的转向力度 还有它的油门的响应 都是非常的恰当的 非常适合日常的这种代步 那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 它的转向力度会稍稍的发沉一些 并且它的换能时机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延后 当然了 它的转向力度也可以手动调节的 你可以切换到舒适或者是运动 也可以和驾驶模式进行关联 底盘部分同样进行了一些升级 首先就是它的后幅车架 在经过全新的设计之后呢 比之前轻了五公斤 并且它的防轻感的刚性 也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的 确实能够在这种激烈驾驶的情况下 给你带来更多这种激烈的影响的 前迈附近后多连感的结构 经过重新的调校之后呢 首先它这种滤震性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路面大小的颠簸 还是这种非铺装路面这种细色的震动 它都能够很好的化解 并且化解起来也是非常柔和的 并且它的形式质感 也是带有一定的厚重感 当然它过弯时候的侧倾 还是稍稍有些大的 我觉得以这个价位的侧倾来看呢 你并不能要求它在保持一个非常高舒适性的同时 又给你带来这种很好的支撑性 我觉得即便是再高一个价位的车型 它也不能够保证把这两者兼顾的特别的好 我觉得在这两个指标面前 普悦Pro明显是更偏向于舒适性 你不会在它身上找到多高的驾驶乐趣 但是以一个家用SUV的标准来看呢 它绝对能够让大多数的消费者满意的 那说到这儿呢 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公司那台自购的博越 那台车现在目前应该是买了大概有三年左右 确实它的底盘呢 会稍微的有一些发散 并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紧致了 我也希望博越Pro 它在未来的耐久性方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进步 当然这就要交给时间去验证了 那在驾驶辅助方面呢 这辆车它是支持全速域的ACC自试用巡航呢 并且有主动刹车 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 而且它的车道保持的力度 它的介入的力度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我觉得这点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那最后就是它的NVH部分 我觉得这辆车它的合音表现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管是跟同价位车型相比 还是跟老款的博越相比 它都能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表现 在日常行驶的时候 车内不会传递进来太多的噪音 即便是在高速上行驶车内也能够保持一个相对静密的环境 然后再搭配它这个高配车型的Boss音响 确实能够在这个听觉上给你带来一个比较愉悦的体验 那好了 基本上聊到这儿呢 相信大家对这辆车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觉得这辆车它的综合产品力确实还是挺高的 在各方面都会有一些比较亮点的地方 那未来在这个级别肯定还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存在 好了 这期试车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郭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